接著 因為膝痛令走路有困難 還有長期受肩頸痛的困擾 一位在七年內長期受到膝痛的痛苦 但找不到治療方法的女性 由膝去到腳碗的位置 如果碰到那個位置 就會痛到喊出來 最後終於找到一位醫生 診斷了痛楚的原因 不是骨骼 或是關節的問題 那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膝痛的原因是 因為你有混亂的血管 在日本 被稱為天才醫生 她的研究 推翻導致疼痛的上色 還得到世界關注 這裡一按到就會痛的位置 有九成以上的人 都是因為血管突然增加 這種情況是因為有混亂的血管 按下去痛的原因 是因為有混亂的血管 這次就為大家消除痛楚 影響世界的醫療方法 就由我們密切追蹤 膝蓋到達緣1X 膝頭長期因不令緣1騰痛 這位就是因為長期受膝痛的苦主 她叫磁田敦子 62歲 磁田敦子 最初膝頭感覺到痛的時候 大概是五十四歲的時候 她當時坐在家的客廳 起來的時候 好痛啊 突然左邊的膝頭 感覺到劇烈的痛楚 最初的痛楚只是在膝頭彎曲 然後伸直的時候才會發生 是從膝頭裡痛出來的 那時候真是痛得不得了 難道我差不多到了這個年紀 她最初都是因為這樣想而不了了之 這就是令磁田敦子痛苦了七年的開始 於是她去了家附近的整形外科體症 膝頭的軟骨開始減少的原因 是因為骨和骨互相磨擦 所以導致膝頭痛 你要注射透明質酸 透明質酸 透明質酸 對 是令膝頭的關節可以順暢動 就像潤滑油一樣 注射透明質酸 可以治療關節痛 是一般的治療方法 好痛啊 好痛啊 但是 但是 注射了幾次透明質酸之後 膝頭的痛不止沒有減輕 相反 根本令到走路開始有困難 那種痛 就好像扯著扯著的痛 自電敦子 是 之後 去了醫院骨科門診檢查 那裡的醫生出來的報告是 嗯 情況越來越嚴重 要藉由人工關節才解決到失控的問題 你說人工關節啊 即是 將磨蝕了的軟骨組織 用人工關節取代 就可以消除痛楚 是一個很大的手術來 進行人工關節手術的個案 日本一年有四萬宗 進行人工關節手術之後 慈田敦子相信 可以在長期受騰痛的困擾中 得到解脫 但是 手術之後 痛楚並沒有消失 而且還需要用拐杖才能走路 之後 透過醫生和朋友的介紹 去了不同的醫院檢查 前後去了六間醫院 就在這個時候 經過X光檢驗 即是一點以上都沒有 慈田敦子的疼痛原因 有機會和骨格或關節無關 啊 我認識的醫生是專門醫治不明痛症的 他會用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你可以去看看 就連人工關節的手術都做了 竟然不是骨格和關節的原因 慈田敦子雖然很困擾 但是最後 還是去了位於東京都 江湖村區的醫院就診 在那裡 有先進的治療方式 去治療通症 奧野尤次醫生 三十六歲 這一次是命運的相遇 一位連人 終於被他找到痛症的原因 我怎麼來痛那個位 奧野醫生的手指 按下去慈田敦子膝頭位置 好痛啊 果然是因為混亂的血管 混亂的血管? 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 血管看起來很混亂 屬於異常的血管 實際上是怎樣的呢? 就像這樣 上面的骨是大腿的位置 下面的骨就是小腿的位置 中間看到的是人工關節 人工關節的位置 接入得很正確 而人工關節的內側位置 就有混亂的血管 這裡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些異常的血管 所以在這裡 就會有強烈的痛楚 好 正常的血管 就像一條完整暢通的道路 血管就像通往全新的道路 當我們運動的時候受到碰撞的話 血管就會稍微受到損害 但是 通常都會自我修復 回復原先的狀態 不過 隨著年紀增長 血管修復的功能開始減慢 導致營養和養份 不能夠正確地運送 所以我們的身體 就自行製造新的血管 令到血管因為大量製造 而造成混亂 那些被大量製造出來的血管 就叫做混亂的血管 那些混亂的血管 和正常的血管不同 在這些混亂的血管裡 有很多缺口 令到血液中的養份大量流失 導致嚴重發炎 所以就會因為這樣 而形成強烈的痛楚 澳野醫生 是第一個發現混亂的血管的人 當天天結束 你會不會想 這一天做過的事 與其回想 不如好好享受 你會發現 過程中有不少收穫 謝謝太貪 其实最好的 一直在 人生 那么才有味 道地极品 乎浓茶 你知不知道你跌了很多东西 你每天都有这么多Dukat消费 如果有用八达通自动增值 就等于每次Dukat都赚上用卡即分 不用 浪费 即打22662338申请 还送高达$150增值 Smart Octopus都行 详情请看八达通app 1 2 3 go 牛兰牌独有Pro Absorb配方 结合益生菌 与专利9比1益生源组合 肚子营养好 BB更容易吸收美好大世界 还有牛兰牌Mu Plus 营养组合 和小朋友吸收 想恢复婚纱身影 你可以学她狂做运动 又或者开始日本议会 杀脂脂脂肥减肥疗情 心下人丹 牛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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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 人呢 你真是坚尼地 去找乱世争霸吧 这游牌 他在做气缸啊 超人器X级战争策略手游 乱世争霸 快点来等吧 Xpedia旅游教练 教练 东京有什么最棒的厄迷景点啊 清晴白河 什么时候的手艺最便宜 给个Chill看乱世争好吗 你可以帮我计划行程啊 有什么旅游问题 是我们Xpedia旅游教练啊 在Facebook Inbox Xpedia 帮你解答旅游问题 和计划行程 去旅行 去旅游 Xpedia 你准备好了吗 终于回来见到家人了 感觉大了 但大家仍然当你是小朋友 高露杰TOTO十二小时 减少牙齿、舌头、牙银及甲面的细菌 全校保护口腔 高露杰TOTO 让你全校准备时刻精彩 你想怎样 我想你们赚钱 认真一点行不行 妈妈 妈妈 我是很浪费的 你别这样啊 你没事吧 可以没事吗 你不用担心我啊 你担心自己比较好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可以退出 我也在这儿工作 我之前好像见过你了 德国保特药 只剩相爱的关系 星期一晚九点半 奇妙电视77台 谁把郑欣怡点石成金 她跟我说 我想把你变成一个女神 说这些 别开玩笑 为了爱情 做什么都这样 你一个男朋友 你贵地叫她 叫她别走 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件事 对啊 第一朋友 二今晚十点 奇妙电视77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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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十点 身体不动的状态 都会痛 睡觉的时候都会痛 睡觉的时候都会痛 如果在这四样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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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样 好 今天有請 發現濕頭痛的成因是血管問題的醫生 江湖村醫院 奧野遊慈醫生 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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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一下 混亂的血管如何檢查呢 首先大前提是 長期受疼痛困擾並且醫不好 沒錯 如果三個月以上或半年內 已經看過醫生但還是醫不好的話 那多數都是中了 有可能性 手指按下去就會痛 沒錯 人體裡面血管一增加 神經線也會增加 在混亂的血管的地方 因為都有神經線 所以變得很敏感 正常來說 如果在這個位置按下去 是不痛的 所以血管增加的位置 會痛就是這個原因 醫生這樣也發現了 厲害 醫生發現了這麼厲害的東西 還很有幫助 因為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奧野醫生為了治療混亂的血管 進行了或時代 而且備受世界關注的治療方法 究竟有效的治療方法是什麼呢 我研究出來的治療方法 是即時停止混亂的血管運行 也就是 不再供血給這些多餘的混亂血管 這樣就改善到你的痛症 令到混亂的血管 令到混亂的血管 被正常的血管變得不完整 和脆弱 混亂的血管 一無血流過就會壞死 奧野醫生就是這樣的意思 打破正常引發疼痛的常識 最終混亂的血管治療過程 這位就是這次會進行治療的 山本靜夫先生 五十四歲 他受到肩頸痛的困擾已經有九年了 當我穿衣服的時候 手臂一穿過這裡就很痛了 不動了 我扔不起來 我扔不起來 我協調不起來 我協調不起來 看山本靜夫的肩膀的血管影像 很清楚看到有混亂的血管在這裡 這些就是令山本靜夫九年來受困擾的元凶 我們開始進行混亂的血管治療 究竟是怎樣移除混亂的血管呢 這條是導管 是很小的管 就是用這麼小的管 進行劃時代的治療 首先 用管穿入血管裡面 穿到混亂的血管附近的地方 然後 注入事先準備好的白色藥水 澳野醫生準備好的白色藥水 裡面其實是含有小小的粒子 可以阻止血液流去混亂的血管 都沒有血液可以流過去的 這樣混亂的血管就會即時壞死 這張就是山本靜夫在治療之前的血管照片 治療之前這個範圍有很多混亂的血管 接受治療之後有混亂的血管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完全消失了 治療進行十分鐘之後 醫生 感覺到肩膀輕了 輕了嗎 對 輕了很多 功效好像很明顯 就算還在做手術的人 都很快感覺到 輕了 好舒服 山本靜夫治療之後 也很驚訝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 有沒有什麼地方特別痛 右手指尾 手指尾 右手指尾 右手指尾 也是很痛 是很痛的 是呀 扯住扯住這麼痛 在手術裡面 奧野醫生竟然開始診察 有沒有其他地方有疼痛的跡象 是不是這個位子扯住痛 是呀這個位子 那等我處理這個位子 這樣就完成手術了 馬上看看血管的情況 原來 連手指尾都有混亂的血管 對手指尾都消除了 另一方面 治療之後的右邊肩膀又如何呢 現在 完全不痛 沒事了 你看看 抵到了 手臂可以抵到肩膀上 它真的輕鬆了很多 好厲害 可以像平常這樣抵也行 而在七年裡面 受到膝頭痛困擾的 磁田敦子又如何呢 這張照片 是透過血管治療之後 人工關節的旁邊 可以看到 混亂的血管 全部消失了 在治療的過程裡面 都是用了一會兒 雙腳就像伸了對翼一樣 輕了很多 突然之間完全不覺得痛 現在 每天去散步的時候 都不再需要用拐杖走路 厲害 醫生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看看 大家都為了這種疼痛苦惱了很久 是不是 玉水小姐 很厲害 武野醫生 有什麼方法 建議給患者 改善混亂的血管帶來的疼痛呢 現在還特別告訴大家 例如在膝頭內側 用手指按下去的時候 感到痛的話 而疼痛的位置 是有一隻手指的範圍 發現這個位置有點痛 即是那個位置有血管 因為血液一直流著 而且用很快的速度運行 所以就在那個地方 用手指帶力按它15秒左右 按著有混亂的血管的部位 15秒 血流就會停止一會 對消除混亂的血管很有效用 但是按的力量有多大呢 大概手指頭變成白色的力度 你看它變成白色 那就按它15秒 15秒 對 但是這麼大力按的話 會不會越來越痛呢 那就令到它更加痛了 一開始所有患者都會擔心 這樣做會不會越來越痛 但是 在有混亂的血管的情況來說 只要這樣按壓它 反而可以緩和到那種痛楚 原來是這樣 如果連續兩個星期 都進行這樣的治療 有人可能會減輕到痛楚 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 雖然肩頸痛和膝頭痛 都有機會是因為有混亂的血管 如果不是因為有混亂的血管 那有機會是因為骨折 或者其他可能性 如果按壓的時候 感覺到痛的話 其實最好是找醫生診斷一下 不要繼續嘗試以上的方法 那好吧 現在是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應該到處按著自己身體檢查的 大家要小心 不要到處按 這次的節目是說減肥的 每天走足一萬步 這樣瘦身沒有好處 比自己每天走一萬步 很危險 想減肥計劃成功 要學會三秒運動 厲害 減肥計劃成功 減肥計劃成功 是真的嗎 你們看到希望嗎 一定要努力 受傷人士集中地 Keep this食材大揭飛 道地極品解查特約 健康原因就在X 下星期六晚九點 奇妙電視77台